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南邊15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旅遊聖地 哈勒伯斯森林 哈勒伯斯森林一到春天 無數的風信子盛開 覆蓋在森林裡 如同鋪了一張巨大的紫色地毯 也恰好在這個時候 森林裡的山貓菊開始出芽 當太陽將一縷縷陽光灑入森林時 風信子的藍紫色與嫩葉的鮮綠色相結合 為森林帶來了神奇的效果 真是如童話般的美麗 往年 大約會有10萬遊客從各地趕來 欣賞美麗的花海 不過 今年由於疫情的影響 森林裡顯得比較寬鬆 也讓人們可以悠閒安靜地欣賞美景 而美國加州的奇諾岡也已經是漫山遍野 開滿了黃澄澄的芥末花 芥末花長得差不多和成人女性一般高了 據說 它可以長到2米半到3米高呢 人們走在其中 感覺被花包圍了 就如同暢游在芥末花的海洋中 這種特別的體驗讓遊客們興奮不已 同樣黃色的花海 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亞的油菜花 給人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在無人機拍攝的畫面中 藍天白雲襯托一望無際的油菜花 真是如畫一樣的美麗 吸引著攝影愛好者拍照留念 人們行駛在這樣的鄉間小路上 心情一定相當美好 那麼 這三處美景您最喜歡哪一處呢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